我还有绝活 我师父这人记忆力特别好 只要他抓我的小偷 只要抓我一次 就过目不忘 在见到时候 不用看他脸 只要看他步伐和体态 就能印出他是谁 而且我师父这人特别能跑 他是反巴结伯尔特 牛 有一回追一个小偷 有一回小偷追兔了 把小偷追兔了 对 把小偷追兔了 咱刚才说了个数字23 还有个6 这6代表什么呢 嫂子跟我们说说吧 这个6代表就是 受过六次伤 他那好鼻梁那好 一块的塌陷 大腿那好粉碎性骨折 脑袋那好 背砖头砸了一个 鸡蛋大的那个伤疤 再咱们头发来了 腹部那好 也受过多次的伤 哎呦 天哪 太不容易了 张大叔 我问问您 这么多次受伤 哪一次受伤 哪一次受伤对您影响最大 呃 04年 我88年受过一次伤 那一次伤 是抓抢劫抢劫的一个闲银 那个当时抓起来 那个散弹枪就响了 打到腿上 腿腿性骨折 实在是 只是痛 但是呢 就是04年这回呢 我右臂被刀 把肌剑 血管 神经都挑舌了 哎呦 这次呢 我是比较伤心的 因为啥呢 从此以后 我就 呃 这个手指 你再也合拢不了了 是右手吗 江大哥能不能方便 给我们看一下 您的伤疤 哇 哇 哇 其实扣着真好 一分吧 你刚才有十多公分吧 哦 缝了22针 这么长的一道刀口 当时这个伤刚好的时候 影响您抓小偷吗 呃 这回囊了以后呢 有三个月吧 我就上班了 嗯 但这个手啊 就当时上班前 这个手扣子都套不出来 一点劲都没有 使不上劲 但是说 但时间长 经过锻炼 现在可以了 它对生活有影响 但不影响抓小偷 哎呦